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本市不断发挥互联网医疗 在市民求医问药方面的一个作用 目前全市大概有100余家互联网医院 其中包括了市捷医院、区捷医院 以及包括一些社会的办业机构 向市民提供线上预约挂号 线上专科问诊 在线复诊、在线开放、医保、线上支付 药品配送到家等便民的服务 4月1号以来 本市互联网医院的业务量明显增加 服务总人次是去年同期的5.2倍 处方量是全同期的11.2倍 通过互联网医院分流了百姓看病配药的需求 缓解了医院的就职的压力 减少了人群的聚集 那么也降低了一个交叉的感染的风险 但由于线上就诊的范围的限制 以及药品配送的一些困难 离市民的需求应该说仍有不小的差距 为了方便市民查询和使用 我们4月23日已经通过上海发布 发布了四街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名单 公布了各家互联网医院微信公众号 支付宝生活号随身办APP登录方式 广大市民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互联网医院线上就诊 此外广大市民也可以通过上海的一个健康云微信公众号 点击互联网医院的菜单 在上海市集医院互联网总平台 微信公众号便名服务的专栏上 选择互联网医院这个路口 也可以在随身办市民云APP点击医疗健康 再选择信用就医 全市医疗机构线上服务专栏等方式登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